异端邪说一直都是教会基督徒很在意的东西 但是现在问题不是出在异端身上 而是出在传统教会的身上 各位如果还记得路德会有一个什么变性人的牧师 上台讲到 这次来了个位理工会的 而且这个人不但是个变性人 Drag Queen 而且还公开的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他在教会跟一堆小孩子讲到 我在这个地方拜托所有保持着传统圣经价值观的教会 主任牧师们 赶快开学校 救救我们的小孩 救救我们这些父母 变性这个议题是左右派都很爱讨论的东西 因为很犀利很有话题性 但是左派几乎没有让我们看到那些 变性后的那些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都是很成功的案例 什么变性后变成那个明星 哇你看那些泰国人妖 比女人还女人 比女人还漂亮 这样子做自己多好啊 今天就来看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一个16岁的小女孩施打男性搞童肃五年之后 变成什么样子 还有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为什么左派都不让你看到这些事实 我是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在我们讨论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们必须要呼吁大家 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员 到我们的网站 或是到我们的Coffee 你的会员基本上会是我们公司继续营运的唯一收入 Google基本上不让我们播任何广告 只要一放上去马上就黄标红标 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内容 这些内容就是事实跟基本常识 成为我们的会员 你可以看到我每次录影赤螺丝的片段 最近我们也在筹备直播服务 希望今年感恩节的话 我们可以除了每天有新闻之外 还可以有直播节目 直接跟我们的会员线上见面 不管怎么样 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帮我们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主要的是 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的影片正在被Shadowban 这个已经被超多的人证实了 油管不会推送我们的节目 但是Shadowban 没办法禁止你分享出去的东西 所以请帮助我们一起抵抗这个言论封锁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频道的后盾 好的 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 世界乱成一团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道德观价值观天天都在被摧毁 基本常识不存在 人会回到教会 因为教会会帮助我们认识神 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人生的意义 目标 教会是这个世界堕落最大的阻碍 之前有一个人给我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棒 他说社会就是教会的成绩单 如果社会败坏的话 表示我们的教会也很败坏 今天我们来到一间佛州的卫理工会 Methodist Church 这间教会邀请了变庄皇后 来到他们的主日 然后那段影片在我路上爆红了 这个变庄皇后的 名字 称呼好了 我不想要把这些真的名字 跟假的名字搞混 从现在开始在我的节目上 真的名字就叫做名字 假的名字幻想出来的东西 就叫做称呼 这位变庄皇后的称呼是Penicost 很明显就是在用五旬节的Pentecost 这个圣经神圣的日子 在玩文字游戏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Isaac Simon 然后他是要准备被暗幕 成为牧师的其中一人 同时也是这间卫理工会的助理牧师 Associate Pastor 不只这样 他同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神跟圣经都是唬烂的 圣经只是poetry 只是一个诗词而已 整个基督教都是假的 他自己有个网站在上面 他亲自出来说明 写了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来听听看 这位无神论的准牧师 对于神跟圣经最新的解说 The Bible The Bible is nothing Nothing but poetry, pain, and performance The Bible is no more holy than Alan Ginsberg's Howls of Life No more peaceful than Oscar Wilde's Requiescat and Pache And no more stronger than Tammy F проблем F Going Fastes F проблем F肥úsj Eylar God Themself Is No more Tangible Than The Cacophony Of Invisible Butterflies floating in new lovers' stomachs, yearning to be set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past harm and the lacks of rightful mistrust. God themself is nothing. But if she were, she would be, yes, queening her way down the runways of Paris and Montreal, while striding on that tightrope pulled, taught between absurdity and opulence balancing between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這就是一些很常侮辱別人宗教信仰,侮辱神,很一般的說法,OK? 基本上就是沒人在意的那種攻擊,但是不要忘記了,這個人是要當牧師的,要被暗暮的,先不要講牧師啦, 我們就以一個無神論的角度來看牠就好了 牠說神就只是跟鬍子裡一個有形的蝴蝶一樣,一個嶄新的戀愛感受,敘事待發,準備要接受自由 這種讓我想起以前上學那種自以為很詩情話意的那種女生寫的詞 就是會看那種張小賢的那個荷包裡的單人床,然後哭著說好感動的那種高中生 我真的是搞不懂那種女生的那種戀愛獨物 因為裡面每個男的都好給,無法做決定,無能 就連霸氣總裁也只要一遇到女主角就會哭著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已經愛上你了 現實中的女生對那樣的男生一點興趣都沒有 Anyway,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位無神論的變裝皇后 然後去一間在佛州的敵基督的教會 兩個小女生被拉到了這個撒旦的祭壇 來當成是道具來使用,然後就有了這一段的對話 either o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iss Pentecost? I like your eye shadow Oh, thank you Yeah, you like her eye shadow, that's great Yeah, yeah, maybe she'll let you borrow it When you're older, when you're allowed to wear makeup Yeah Yeah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great about Miss Pentecost She reminds us that we follow a God who calls us to not conform to things of this world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our minds And that means that what I think today may have to change tomorrow If I continue to renew my mind And it's so cool that we serve a God that calls us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continue to change into something new And to not be bound by the ways that the world confines us sometimes That we're supposed to live differently 大家應該對剛剛這個撒旦的祭司 穿著祭司袍在那邊說的經文很熟悉 就是羅馬書十二章二節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良善,存全可喜悅的旨意 這就是要我們跟世界分別為聖 要我們靠著聖靈有一個新的思想 新的生命 如果你讀這一段的前面一節跟後面一節 其實說得很清楚 就是要把自己的身體線上成為聖結 蒙神喜悅的火計 然後不要驕傲 要真正的清晰的依照神看我們的方式 來瞭解我們自己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當成是耶穌的肢體 只愛良善的而且憎恨那些邪惡的 這就是你去任何一間教會 絕智的當天那個跟你說要不要上基要真理 然後還有受洗的人一定會跟你講的那一段經節 心意更新而變化 簡單的說就是這一段經節很明確的警告我們 要注意剛剛那一段影片發生的事情 變裝皇后就是代表的 褻瀆、浮誇、自我為中心、驕傲、荒謬 絕對跟謙虛、順服、智慧沒有任何的關係 跟這個牧師嗎 我不曉得叫牧師了 因為這樣子好像在侮辱其他所有我認識的牧師 這個撒旦的祭司使用這段的經節來捍衛這樣子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變裝皇后還有這一切的所有的變性人 同性戀這些東西並不是在拒絕這個世界的產物 這些東西就是世界的產物 這是美國失去神了之後發生的頹廢、道德破碎、精神錯亂的產物 沒有任何東西比那樣子的行為更屬世界了 不只這個樣子 這還是一個流行趨勢 還是一個行銷噱頭 是羅馬書十二章叫我們一定要拒絕的東西 那是這個撒旦的祭司 在這間撒旦的教會的祭壇前面想表達的就是 這個變裝皇后跟教會 還有小孩同時出現的時候 目的是要來打破傳統 是要來破壞 至少要來弱化這些原本就有的社會價值觀 他說的是真的 這就是左派在做的事情 只是他們打破傳統的其實是 基本做人的尊嚴 智慧跟美德跟客觀的事實 他們封鎖了傳統的觀點 撕毀了我們先人建造的秩序 就是純粹只是因為那之前的人創造的 只要是以前的事情 就是祖先做的事情 就一定是壞的事情 這就是所有變裝皇后 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性別認同教育 性教育他們在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他們要的改革進步 那講到這裡 所以我相信很多左派的人會認同我現在在這邊說的 他們會說 對啊 這就是我們啊 我們就是沒有懼怕啊 我們就是要拆除進步的障礙 我們在宣布我們獨立的特質跟獨特的自主權 因為我們這些人跟你們不一樣 對不對 什麼規矩什麼儀式什麼傳統 但是他們忽略的地方是 那些所謂的障礙其實是有意義的 其實是根據自然法則跟客觀事實 建立出來的社會運作模式 是一代一代的人流傳下來 避免錯誤不斷重演的傳統 他們推翻了這些傳統之後 打開的並不是一個更廣闊更自由的社會運作模式 並不是他們嘴巴裡所說的 這樣子每個人就都自由啦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當什麼就當什麼 反而只是原本的障礙 被新的障礙所取代 這個他們所建立的新的障礙 比原本的障礙更加限制 而且更多約束 而且對社會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而且在理性跟智慧上面 完全沒辦法成立 例如說 小孩不應該看變裝皇后 或者任何變性人在那邊跳性暗示的舞蹈 突破了這個障礙之後 他們建立的新的障礙是 不能有任何人反對變性人存在的書籍 跟教育存在在學校裡 導正性別跟性取向的書籍跟宗教 必須要被消除 不能賣不能買不能夠存在 各式各樣崭新的障礙 被他們這些左派建立 重新定義自由是什麼 解放是什麼 只是新的這些圍牆都很脆弱 因為跟事實相反 所以非常容易倒塌 當這些新的圍牆新的限制 受到任何一點挑戰的時候 所有的左派的人就會起來開始尖叫 每個人都開始哭 在國會 在學校 在大街上說 如果我們不遵守這些新的制度的話 新的界限的話 就會有人死耶 同性戀會自殺耶 小孩會死耶 你們不尊重 不在乎人命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現象 就是 聖經是對的 盜賊來 無非是來偷竊 殺害毀壞 偷竊我們的信仰 偷竊我們神職人員的職位 殺害我們的生命 透過墮胎 還有讓這些變性人 同性戀 永遠無法認識真正的自己 他們會自殺 自殘 毀壞我們的社會制度 變成一個沒有道德 沒有自由 到處都是言語警察 到處都是取消文化的世界 透過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學到一個東西 就是 當我們把傳統的模式 放棄了 拋棄了之後 我們並不會變得更自由 更沒有限制 而是 更封閉 更壓抑 更扭曲 而且 更接近死亡 政治辯論裡面 非常容易失去方向 或者是完全沒有主題 例如各位還記得 川普跟拜登的這個辯論會裡面 的議題是什麼嗎 基本上你只會記得拜登就是 特朗普 然後川普就 政治這個東西對於很多人來講 好像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模式 思想邏輯在大氣中飄來飄去 政治型態 而不是真正實施的政策 很多人只看到就是政治方向 候選人說的政策 但是卻不知道這些政策實施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例如幫小孩變性 這是一個左派右派都很愛討論的東西 很愛辯論的東西 這個議題超奇葩 奇葩到絕大多數的人 不知道真正實施起來 會變成什麼樣子 以下這個影片就是一個例子 一個把男性荷爾蒙搞酮素 打到一個11歲的小女孩的身體裡 5年後他16歲的時候的樣子 所以我把髮剪掉了 因為髮是在我狠狠 然後我洗了它 因為我看著髮變髮變髒 如果我洗了它 所以我把髮變得太離譜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這就是我的意思 這就是我的聲音濃度 這就是我的聲音濃度 它變得更深 它變得更深 這就是我以為髮變髮的 這就是我看著髮變髮 它就一直在變髮變髮 它一直在變髮變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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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再變髮 那下去 這就當我講 我講 你講 也講 無論如何 我感到不太清楚 那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 我個人的能夠回到 從事發生的事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解釋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是什麼感覺 真的是很心碎 完全心碎 會心碎的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他是認真的 他這一生就被那些變態的醫生 徹底的摧毀了 他的身體永遠回不來了 永遠無法再度正常 我不知道各位啦 他的髮際線 我很有感覺 很多人就是 因為我的髮際線就是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我有老是要兩條蟑螂虛 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重點不是在我身上 那我在這裡不是在說 他這輩子都 再也不會得到快樂了 無法接受自己 或許他可以 不對他一定可以 只要他能真正在神的面前 認罪悔改 然後認識神眼中的自己的話 就一定還是可以活得很有意義 但是這個小女孩 永遠都不會健全 永遠都會有遺憾 她的人生 很重要的一部分被奪走了 被那些變態的大人 允許她 在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 還不知道後果的情況下 做了無法改變的人生方向 包括支持她的家人 到整個醫療體系 甚至到前副總統拜登 在那邊試圖把這個變性 兒童變性的東西當成是 做成是聯邦的法律 這個小女孩的 某個東西被奪走了 被這些變態奪走了 我們的社會不斷推崇這些 極度愚蠢的思想 就說什麼 沒有任何東西是永久的 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永遠都不會太晚 什麼盟約 什麼海事三盟 什麼責任義務 這些都只是傳統的束縛 壓迫 跟那個台灣的和尚一樣 哎呀 我的眼睛業障重 假的 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 你想怎麼改變 你就怎麼改變 再怎麼樣的話 你還有下輩子啊 對不對 你這輩子改錯的話 你還有下輩子 對不對 但是這一切都是謊言 就是有沒辦法回復的東西 就是有後悔都來不及的決定 特別是在變性這個東西上面 現在變性好像是個很時尚 好像很前衛 但是如果各位對時尚跟流行 有任何研究的話 就是流行熱潮 只是暫時的 現在很火的東西 一下子就燒進了 但是對你自己造成的傷害 卻是永久的 而且是無法改變的 變性就是這個樣的東西 你會發現 左派永遠不會推廣這類的影片 左派從來就不會把這些被阉割的 被破壞的小孩 挫敗 失敗 後悔的樣子 甚至不需要講到變性 左派也不會把墮胎 死亡的嬰兒的屍體給你看 也不會給你看 美墨邊境發生的槍戰 犯罪 偷渡死掉的毒品泛濫 也不會給你看那些 吸毒過量的人 口吐白墨死掉的那些人 或者是在大城市裡面被屠殺 被搶那些老百姓 左派不會給你看 通姦除罪話會怎樣 支持墮胎會怎樣 邊境開放會怎樣 吸毒合法話會怎樣 廢除槍支會怎樣 他們只會把這一切說成是 美好的 而且是有同理心 同情心 愛 理解 包容多元 美好的單詞 來遮蓋這些殘酷的現實 只是為了要騙你 要你的選票 他們只是想要繼續掌權 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通往地獄的道路 都是用善意鋪陳的 不知道是誰說的 不確定 這句話可以完全的解釋 我們美國在2022年的 這個政治生態 左派如果要贏 他們就必須把 他們造成的傷害 掩埋起來 如果保守派要贏 如果基督徒要贏 我們就必須幫助這個世界 把眼睛打開 看清事實 不要再繼續被騙 那這些民主黨的人 真的都是變態 都是喪心病狂 這裡有一個 路易西安娜的 民主黨要競選國會議員的 瘋子 發出一個廣告 是要來支持 擁護墮胎的 然後在這個廣告裡面 有他兒子的生產過程 我是卡丽丽丽丽与我住在串业在串业 我们的家庭的汤水和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家庭和威士们都帮助我们的食物 我的家庭和威士们帮助我们的鲫鲫 还有其他人的会议我们 帮助我们的生活生活很快 但是这些日子我擔心 过风险的更加弱的 因为的灾略 过我们的孩子们在公司的学校 而在新冠状态上的新冠状态 一位最强烈的最强烈的国家 我们应该把女生女生严重 不把自己的生命在危险 我未经历了我的工作在 Washington 我工作了我的道路从检察到 CEO 现在我帮助 nurses 订阅我们的健康健康医学 因为 nurses不只是英雄 他们是英雄 Louisiana deserves better than the path we're on I'm Katie Darling and I'm running for Congress because I want that better path for you, for her and for him 这个是我看过 最丧心病狂的竞群广告 不用说丧心病狂 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一个变态杀人筐 那个广告真的就是一个疯子广告 一般的广告就是什么 跟老人握手 穿着军服笑着去跟军人握手 去幼稚园跟小孩玩之类的东西 就是一般的虚假 就是对于疯子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会参选的人 本来就有差不多大概 20%的可能性是个神经病 因为参选常常要骗人 然后不做自己 然后目的常常是要可以 得到足够多的选票 来可以控制一个城市 一个州 一个国家 不管你是哪一个党 一般正常的人 如果想要有控制 自己人生的这个控制权的话 那就会自己开公司 变得很成功 简单说就是 一般的人想要做的事 是摆脱别人的控制 但是政治人物 基本上就是想要去控制人 所以我几乎不喜欢 所有的政治人物 然后如果你在产房 然后要生小孩了 你还邀请一个政治的拍摄团队 跟你进去产房里面 在那边拍你生产的样影的话 你基本上有99% 绝对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最后如果你可以抱着你刚出生的小孩 看着他的眼睛 然后抬起头来跟摄影机说 就对着摄影师说 我想要可以把这个孩子的脑浆抽出来 把他分尸 拿去烧了发电的权力 拍那个广告的5秒钟之前 他都还想要有这样子的权力 在加州他就还可以把 他手上的那个小孩 放到一个铁盒上面饿死 他想要维持这样子的权力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丧心病狂 更神经病 更变态杀人狂的人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他的竞选团队是怎么想出来 怎么可能会让这种东西播出来 他看起来就是超可怕的 看起来就像一个连续杀人狂 就真的就是 Why So weird 那我认为这个广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把整个政策模糊化 因为他在Louisiana州 Louisiana 那边的人基本上是反对堕胎的 所以他想要美化堕胎这个东西 所以他说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支持堕胎 但是影片里的行为就是 好像很温馨的 好像他是一个好妈妈 这个样子就可以左右通吃 普通的支持生命的那群人 跟想要杀死婴儿那些心理变态杀人狂 两边都不得罪 那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啦 对我来说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 I don't know 就类似像血腥玛丽那样子 然后喝人血祭祀 然后随时好像都要把他手中 那个婴儿拿起来砸那种感觉 但是或许这就是这个广告的方向 我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里面每一个人的脸都可以 就广告里面每一个人的脸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脸看着窗外 他老公的这个长镜头 短镜头也有很多角度 他女儿也有很多镜头 只有一个人 我们只看到他的背影 他的脸我们看到短短的一下子而已 就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认为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东西 任何人看到一个婴儿的脸的时候 都非常难支持堕胎 几乎不可能 刚出生的小孩并不是很好看 我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看起来都紫色的怪怪的 但是你就是想要保护他们 你就是想要爱他们 或者就算你小孩长得很 出生的很丑 你还是会想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他 我认识一个人他是基督徒 不是认识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怀了唐氏症的宝宝 然后他夫妻就一直在挣扎说要不要拿掉 所有的家人都劝他一定要拿掉 不健康啊会累死你啊 会怎样怎样怎样 孩子会不幸福 但是他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坚持着把小孩生下来 生下来就是一个唐氏珍的宝宝 但是他们当下就做决定要爱他一辈子 永远不后悔 现在他们好像还是过得很快乐 没有离婚 夫妻更彼此扶持 更注意身体健康 我只知道他们永远都在笑 然后他们的小孩也都是在笑着 唐氏珍的小孩也都在笑着 所以请大家帮那对夫妻祷告 那回到这个竞选广告 如果你神经病到把自己生产的精力 全部都放在一个政治的广告上面的话 那你应该就要把最可爱 最无邪 最天真 最能骗取选票的镜头放最多 那那个应该就是婴儿的脸 但是他们不能把婴儿的脸一直摆在上面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左派不会把那些 绝大多数变性手术后 人的真实人生展现出来一样 绝大多数做过变性手术后的人 真实的生活展现出来一样 他们不能给你看边境城市的样子 非法移民渡河的时候被淹死的镜头 非法移民没东西吃没地方住 然后只能犯罪甚至受欲大发 强奸了当地的女性的故事 他们也不能让你知道 就是毒品合法化之后 那些吸毒过量死掉的年轻人 他们不能让我们看到 他们政策真正造成的后果 然后要继续骗说 只要听他们的就会有乌托邦 代表民主自由人权 他们就是这么的变态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各位组内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周一芳牧师 很高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可以一同走入虚拟世界 进行冒险 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 既会适合入门者 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 既将探究相关神学 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 既要一窥原宇宙轮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 我们在此诚恒地邀请您的参与 到时候见咯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